玻璃市的州政权在上届大选就落入了伊斯兰党手中 伊斯兰党州务大臣是苏克里 不久前他被反贪会传召去录口供 原因是他的儿子卷入了一宗向玻璃市州政府虚报公款的舞弊案 今天反贪会就正式把涉案的人提控上法庭 玻璃市大臣苏克里的儿子沙菲兹今天被控告违造文件 向玻璃市州秘书署的办事处申领一笔供应饮用水 给玻璃市拉惹在嘉洋医院王室病房饮用的款项 虚报申领的金额超过19000令吉 所以抵触反贪会法令 如果他罪名成立的话将会面对监禁不超过20年 以及罚款不少于汇款5倍的金额 现年35岁的被告沙菲兹 他除了是玻璃市大臣的儿子 根据马来报章报道 他其实也是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的女婿 那沙菲兹今早在嘉洋地庭面控时否认有罪 并且要求审讯 法官批准以2万令吉保外候审 并且要求沙菲兹交出他的国际护照 每个月也必须要到反贪局去报道 只是案件完结 而案件则定会在6月28号过堂 这里顺带一提 那沙菲兹上个月被反贪会逮捕的时候 是协助调查多宗的虚报申领贪污案 那当中包括多项还没有落实的修复工程 总金额多达60万令吉 但是今天呢 在庭上他就只是面对一项提控而已 好了 自己的儿子今天正式被提控 那玻利市州务大臣苏克里 他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作为一名爸爸 今天呢 他在一所中学出席活动的时候 自然就媒体追问他有关的问题 他和儿子 他说还没有见面 毕竟大家住在不同的房子 他还没有跟儿子谈论过这宗案件 不过苏克里强调 他的儿子呢 今天只是面控还没有被定罪 所以不能断定他是有罪的 一切就交由法庭进行整个审讯程序 那针对玻利市大臣苏克里的儿子 涉及贪污的这件事 武统的最高理事补爱就见缝插针 要求苏克里必须对此辞职谢罪 因为如果苏克里不是玻利市大臣的话 贪污案就不会发生 补爱在面子书贴文指责 苏克里的质力软弱 还说幸好玻利市是个贫穷的州属 没有太多可以贪污的大型项目 他认为在苏克里这么软弱的治理之下 玻利市只会变得更加落后 博爱还说呢 他要求苏克里必须辞去 玻利市州务大臣的职务谢罪 他知道伊斯兰党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会端出一贯推卸责任的标准答复 例如说案件还没有定罪 没有理由要求苏克里辞职 或悬空他的州议席 伊斯兰党也会辩驳说又不是苏克里自己可能犯法被提控 而他也没有再包庇他的儿子 博爱就说伊斯兰党是非常虚伪的 别再说伊斯兰党能够代表伊斯兰了 其他人做任何事情就不清真 但是伊斯兰党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清真 他反问说这是什么道理 那伊斯兰到底会怎么来回应外界要求苏克里辞职下台的呼声呢 今天伊斯党李秀还真的是说出了不爱口中的那个标准答案 伊斯党老二端一波拉新今天就表示 伊斯党不会因为玻璃士大臣苏克里的儿子被控贪污 就要求苏克里请辞 因为犯罪被控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大臣本人呀 他强调伊斯党在任何人被证明有罪之前都坚持无罪原则 他也批评媒体多次将被告称为周牧大臣的儿子 而不是使用被告本身的名字 这明显是存在着偏见